接下来带您关心淡水飞海岸的重点新闻 万圣节这一天小朋友都会装扮自己 而今天万里幼儿园颠覆大家的想象 要以分享出发 让孩子当一个发糖果的人 让他们拥有一个另类的万圣节 今天是万圣节新北市立万里幼儿园的小朋友 装扮成各式各样的角色 不过不一样的是 小朋友们今天不捣蛋药堂 而是要当发糖果的人 万里幼儿园希望带给孩子万圣节 不一定就要捣蛋药堂的观念 穿上属于万里的螃蟹造型 认识家乡还要透过分享 卖萌装扮可爱的发糖果 那最近呢10月跟11月 是我们万里最有名的就是万里蟹 所以我们以万里蟹的这个主题呢 来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阵容的采接 那我们今天这一次呢也做的是不一样的是 要请小朋友呢分享糖 然后不捣蛋 然后再来就是发糖给我们的所有的居民 路上的居民 然后大家吃了呢就甜蜜蜜 那因为我们是希望它是会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教育 可爱的还有很多人装扮成我们万里蟹 现在是秋蟹期间 他们都知道万里蟹有三种 一个就是花蟹 一个三点蟹 一个十玄 每个小朋友都很厉害 都很有那个知识 都会回答 那最主要的一点是 那演长跟老师呢 把万圣节的歌呢 改编成万里蟹的在地特色的歌 另外呢我们演长也非常精心 以前吹口吹 不给糖就捣蛋 反而是倒过来 我不捣蛋要给糖 反而是给 我又给了七长好多糖 害我心发怒犯 得了好多糖 回去当小孩子的感觉 今天渔业处还将三只螃蟹吉祥物来出界 加上不少小朋友都是穿着自己做的螃蟹装 为今年的万圣节整天亮点 还有孩子们也相当乐于给糖过 区长及区公所的同仁 今天不发糖 反而还收到一把一把的糖果 相当特别 我今天办的是螃蟹公主 那这个是谁做的 是我姐姐帮我做的 爱丽儿 爱丽儿哦 那这个是谁做的 身上的装饭是谁做的 这是我跟妈妈一起做的 那你们今天去哪里 我们今天去 区公所 发糖果给别人 阿公阿妈也很开心 在万圣节这一天 小朋友都会装扮自己 不论是恐怖模样 还是帅气美丽的角色 目的都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可以得到很多的糖果 而万里幼儿园颠覆大家的想象 要以分享来出发 加以认识家乡 宣扬家乡特色 让孩子有一个另类的万圣节 记者拉平函万里采访报道